大肥沃天 究竟每一天有多少宗警察犯案 我们知道的真是冰山一角 由我决心做警察犯罪实录 已经做了四天 今天是第五天 结果昨天暂停了一天 不知道是不是星期日复活节 这些犯罪警察都休息的 如果不是的话 为什么今天又有一宗新闻 就是尖沙咀分区特检队人员 在4月8日凌晨 约9点在尖沙咀河内 和加拿分道交界 巡邏期间 怀疑一名56岁本地男子 偷取其他人的手提电话 经初步调查 警员以涉嫌盗撕罪 拘捕这一名男子 案件交由由尖警区重案组跟进 据报道了解 这一名被拘捕的男子 为一名邮班警务人员 又是邮班警 提属香港仔警区军装 巡邏小队 南警现在被停职 警方表示 警队非常重视人员的操守 任何人员干犯违法的行为 警队绝不容忍和姑息 定必严正处理 又是这两句说话 又是邮班警 又是偷电话 之前就偷ipad 今天是偷电话 喂 好像无限轮回那样 就是警察仔偷电话 和偷ipad的专业户那样 短短五日有两单 是不是先 真的大家收好自己的财物 就短短的五日 四日里面 其中有三单都是邮班警 那你说 比黑社会犯罪更加多 这个究竟是什么团体 警察犯罪实录 我会一路做下去 拜拜 拜拜